不同款式羽绒一发热一冬天要来了 服饰业者眼魔权擦掌准备大赚一笔 不过气象局预估今年冬天温度跟往年相较来说偏暖 今年还是属于声音发展年 在声音发展年的这个形态来看的话 在我们东亚地区尤其是台湾附近的气候上来看 还是有偏暖的这种情况 尽管如此民众可千万别大意还是要留意低温 今年冬天还是会有寒流影响台湾 再看到近期天气民众出门都有感受到的就是气温回升 10月30 12月1号这两天北部东北部地区高温落在26度左右 清晨则是16度气象局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温差 中南部则是28到30度 12月2号到4号北部27度中南部28度到30度 更要注意的是未来的风面影响 礼拜二的晚上开始到下个礼拜四这段时间 会受到另外一波东北风的影响 下个礼拜五预计会有一波东北风的增强 所以温度上来讲会明显的转凉 天气上来讲的话 在北部东半部地区也会有下雨的情况出现 除了12月4号更要留意的是 12月7号封面报道有可能是大陆冷气团等级 民众可是要好好把握这几天的好天气 记者就能用中两碗于台北 在伴播动